第一次在台灣打中號隊 所以滿興奮的 可以聽到很多台灣的球迷 幫我們加油這樣子 第一次 興奮帶點小緊張 很久了 播的時候就是那個LLB 比較興奮 就是把自己的心情調適好 帶著期待的心情 中華隊球員迎接13號開始 在台灣舉行的2022年U23世界盃棒球儆標賽 這次中華隊有三位旅外球員 分別是投手 美國職棒運動家隊的莊成仲敖 日本職棒樂天競救隊的左頭王彥成 以及內野手 美國職棒響尾蛇隊的陳順平 賽人將帶著旅外經驗 幫助中華隊打出家機 彥成這邊他是在日子 我們都有在關注他在比賽的運動 不管是成績方面 在比賽的狀況 從第一階段到現在 其實進步蠻大 預賽可能會投一場限大 今年球季 球季中到一半的時候就 超過了去年的局數了 所以自己其實是蠻開心的 自己有所進步的 今年的投球數量有增加很多 可是身體的疲勞感不會像去年前年這樣 那麼的疲勞這樣子 自己有一個想要挑戰的就是 那有機會可以對到南美洲的國家 因為這幾年對到的都是亞洲球隊 所以那再一次的對看看南美洲 看看情況是怎麼樣 聖平因為有跟大家去了解到 他在國外的時候排第一棒 但是我們看起來他其實他也有那個長打能力 所以我們這邊教練團這邊還是會去考慮說 是不是要我去做一些調整 去年打這樣一整年 遇到很多低潮 然後就自己調整的方式可能也不是很對 然後今年就有找到對的方法 就是跟他們討論一些方式 然後去做你一天該做的事 然後一直這樣去重複 就讓你自己的身體能夠去記憶這樣 如果是開路先鋒的話 我希望不管靠什麼方式 就是能夠以上人為主 中西方式的話 那就如果雷上有人的話 就盡量能夠去讓分數能夠推進 雷棒能夠推進 不然就是分數能夠進 另外這次還有11位中華職棒的年輕選手參與 包括投手莊馨彥 徐濟玲 陳語紅 捕手張勝豪以及張翔等等 曾宋恩 羅韋傑渴望扛起忠心放刺 再搭配多位國際賽經驗豐富的業餘好手 中華隊的隊形更加完整 四月中的時候開場 然後七月初的時候 是可以開始守隊 就是有跟著球隊 球場上的一些臨場應變 有比較好一點 傷心放刺 就先不要給自己太多壓力 因為不是這球隊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扛 還有他第一棒 第一棒那個聖筆 聖筆 聖筆 他會幫我扛起來 他搞不好自己一個人就1分 我覺得其實他速度 速度在手臂方面都很好 什麼狀況我們需要 不一定是要你去揹棒 或有可能是一些戰術 短打或是說一些打太棒 我們都會去推薦他 變成 他其實他打擊能力算不錯 EY其實可以來說是 雙中華隊裡面最穩的一個野手 就好像他很了解知道說 我該要做什麼表角色 那變成我們這隊的第一面 第一次當國家這個隊長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對 就是因為很多學弟在看 然後我要做好榜樣 所以想要拿到一些 譬如說最佳的 最佳一雷手 或者最佳內雷手 不管是哪一個位置 對 這是我這次 有點小目標吧 投手群當中 有兩位鶴立雞群的火球男 特別引人注目 聽證高中畢業的李承勳 出名得早 動完透明狀手術後 成功復出 這位身高破200公分的林振偉 來自文化大學 還有個大名鼎鼎的舅舅 叫做郭洪志 高中的時候EV47 然後現在EV58 就是春臉丟出來 可能就是舅舅的調整吧 舅舅 穿這個背號應該看得出來 他其實就是全身其實都會做 然後還有一些協調性 平衡 然後還有爆發的那些東西 他都滿要求的 尤其是那個小雞 很累 一個字很 就累 會不會想要試試看自己的球性 然後面對這些中南美洲 強力打者的這個 就 還是會稍微想看一下自己程度 在哪裡啊 然後 勇敢去對決 動手術是我高二下學期 然後我復健時間差不多快兩年 然後才開始回到全球上一堂 最痛苦就是年輕調整好了 然後上去投球 可是手又突然出狀況 然後又要休一段時間 那時候 是去年吧 那時候就是陸續都是這樣子的模式 因為我去美國半年 然後回來也持續復健 然後中間 就是手的狀況就是 有稍微有時候不舒服就會停 然後就是 才今年 才今年就比較多比賽了 然後才是可以好好投球 球數比開到前還好很多 就是對二軍那一場 就是一五四那一場 這次的陣容 和去年的U23對照 有八人重疊 也有不少人 在更之前的U18代表隊 或是集訓九人士 面對高張力 高壓力的國際賽事 選手們輪流分享 每日一聚激勵士氣 總教練之前 我們在去年打爆米花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是說傳統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就是會叫我們出來講說 激勵大家的話 像今天就是厭城 他今天講說就是 要給自己自信啊 一些之類的 每天都會有那些 心靈濟湯 然後講神靈打狗烏洗車 然後腳步打岔向南門 神仙有時候都會出插座 然後我們突破就是 記取教訓啊 我們更需要的其實是 讚美自己 雖然我想要在場上高高了 可是畢竟我們自己 在場上比賽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知道 那些結果對我們不重要 不要懷疑自己的價值 對 然後因為 我們在生活上 一定會遇到很多 不順的事情 或是做一些很糟糕的決定 對 但是我們的價值 就在那邊一定不會改變 除了用正能量迎接挑戰 如何快速拉近彼此的距離 也是很重要的 陳勝平和羅韋傑 被工人士對上 第一號和第二號 氣氛組代表 有他們的地方 就有歡笑 我們高中的時候 打那個U18嘛 然後認識 個性就滿像的 就那種很鬧很鬧 我覺得他的髮型 沒有那麼好看 這頭髮完全沒有一個人認同我 連我媽媽每天都在嗆我 不是啊 我只是喜歡這個髮型而已 季龍啊 有沒有看過Manga 季龍大 只是 可能是顏值差一點點 每次看到兩天都很想笑 像我跟他住啊 晚上的時候 就有很多那種內心戲 所以我們兩個很愛賴床 是 假如說我們今天講說 我們七點半要起床 七點半 然後我們兩個都到七點半鬧鐘 可是我們每次起來的時候 都已經八點了 我們每次鬧鐘都有聽到 然後就一直這樣輪流看 要不要起來 再沒有起來我就繼續睡 中華隊十三號晚間 要和哥倫比亞 在天幕棒球場打開幕戰 綠賽同組的 還有日本 德國 南非 委內瑞拉 因為比賽的正規局數值有七局 所以教練也提醒選手要特別注意 七局很快 變成說我們不管是打擊 那譬如說攻擊方面 如果有人在上臉 我們可能積極的就會去做一些戰術 但是守備這邊最怕就是 不要去產生一些失誤 一個失誤可能就會去影響到一個 比賽的輸贏 當然我們第一場一定要先搶勝 大概球員的心壓力 比較不會這麼大 設定是四強 先一步一步了 對 想正面的就好 這也是激勵我們每位選手 在最壓力中一定要去突破 中華隊在十八號小組 預賽結束之後 二十到二十二號會和另一組的球隊 進行交叉循環賽 至於季軍和冠軍賽都預計在二十三號 比賽地點分布在天母、斗六、洲際棒球場 會被疫情陰霾 國際賽事陸續恢復舉行 等了好久的球迷朋友 趕快踴躍進場 為中華隊加油吧